啊 因为那个林雨鲁他有申请示线嘛 还有Face联盟也帮忙奔走方案啊 那你觉得对于你们来讲啊 民进党支持Face啊 Face联盟帮忙奔走方案啊 有没有人关心过你们家的境遇 没有耶 好好笑哦 怎么说 而且我现在不祝福你啊 我在几年前迷我爸爸过世 应该你都没有人知道吧 不知道 对 对啊 谁关心我们啊 根本就没有人好不好 是 那你觉得政府如果不执行事情的话 对得起你们吗 而且我的生活下不能这样走 我也觉得很烦 你知道吗 怎么说 我去问你找工作做 你看我都不敢在府里 嗯 在府里 当中就一个人去 只会是说 他又每年年底的时候 又一直重复工方那个 嗯 因应的事情 找到我挺年初去的 而且他都被问了 然后还好我现在我搬来台中 我搬来台中 我搬来台中 他都会做 也不会有人发现 哎 安利益都是怎么什么什么 所以 我觉得 我的生活好不容易这样 已经平静下来 嗯 那我想跟 我都会谈的事情 跟那个 那他就已经奔判死刑了 又不得当事 他还要跟他一起 差不多 申请释线 还有Face联盟帮忙 翻案 也就是说 释线如果成功的话 就不会判他死刑了 他不是死刑经验的吗 为什么我该 他有申请释线啊 解释宪法啊 解释宪法啊 嗯 但如果他这样子有翻案成功 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合理吗 对得起你们被害人吗 我还有听到 有记得在找我 然后找不到找到那个 办法协会那边 嗯 我可以听听你的看法吗 他 他是告诉我说 你已经出书了 嗯 嗯 我不知道 你应该就是知道 我是不知道 出了一次 那个 台湾 呃 女性 那个情犯的 跟你不一样 第二章是他自己写的 日传 嗯 我觉得 你这样子 你干嘛出这种书 讲到讲去 就变成都是留一行的错 嗯 人不死啊 个票还死啊 都会免得 嗯 嗯 而且我们家当初 带他不保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 是 是 对啊 那如果真的方案成功呢 他没有被判死刑 你们家属的感受是怎么样 嗯 家属的感受是怎么样 都经吃几年 嗯 都十几年了 能这样 那一刻也没有 也没有给他唱情 只能 他关在里面他也没有 在汉派有后奔了 如果说大法官为了废死而废死 让你们被害的家属对司法会不会产生的期待负面 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有废死被假的话 或许很多人做坏事情都越炸了越热 是没关系的 对啊 那这社会是要乱的吗 谢谢你来 每个人在社会是要买的不容易 还要忙到发吃的 好赌的酒店红牌 一场被涉及的婚姻 不透明的点滴毒杀三明至亲 她被称为男投黑寡妇 来看魔女档案林渔如 下期我们提到新竹新浦有一名媳妇 被称为没有玻璃鞋的灰姑娘 她一刀杀死她的公公 而这一期我们要谈另外一名媳妇 而她被称为是人间魔女 男投普里的黑寡妇 民国98年 有一起轰动全台的连续杀人案 登上了各报头条 而这个人不是穷凶二级的大坏蛋 而是一户人家的儿媳妇 而死的全是她最亲近的情人 2009年6月 一名流星男子住进了医院 她上吐下泻还有投影的状况 立刻住进医院观察 护理师再一次巡视发现 她的点滴瓶竟然不是透明的颜色 她也出现两眼呆滞 瞳孔缩小的情况 她赶紧通报医生 也紧急更换这点滴瓶 但她直觉这带诡异的点滴 必须留存下来做检验 这点水带这种透明的颜色 后来发现变成怎样 她是有根据当时的描述 是有一点浑浊 有点深沉暗浊 对对对 有点颜色不同意 我们一般所看到的这种透明颜色 这回刘宇航出院后 每个多久又住进医院来 也是同样的情况 只是这一次 她被安排住进了单人房 没想到三天后 就命为宣告不治 被宣告的死因是心肌梗塞 但当时有发现了这么一件事 让护理人员耿耿于怀 当我们要来做例行性的 一个照顾的时候 那是有发现到 就是当时病房是有繁琐的 保险公司收到通知 准备到刘家处理后续事宜 但这名保险员 并不是来处理刘宇航的后事 而是他的母亲郑惠生 这时保险员起了疑心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母子俩相继死去 还被发现 生前有大量投保 显然这件事情不单纯 这名保险员不动声色 报警调查 警方很快就吵到 我们刚刚提到 护理师留下来的那一罐点滴瓶 检验报告出入后 发现里面竟然有 安眠药 甲醇 酒精 甚至农药 还有其他的毒物 很显然要置刘宇航于此地 而根据院方的公词 警方很快就将目光锁定在 他的妻子林渝卢身上 那我们一开始就锁定是林渝卢身没有错 因为我们的了解 侧面了解他应该是之前在台南有经营 又何才应该是有寄欠债务 才回来到我们铺里这边 跟我们就应该是杀人跟炸领保险金 这方向在坐手间办 在逸送的时候 家属气愤追打 甚至还有人晕眩倒地 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家族里面 竟然出现了连环杀手 两个亲人被这个媳妇毒杀身亡 而像是林渝卢当时还写信给承办警察官 说他自己的处境多凄凉 请赶紧开立丈夫的死亡证明 都只为了尽速拿到丈夫的保险金 在台南警方正办进度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林渝卢到底是谁 他是台南人 高职毕业后就到了酒店上班 由于他相貌秀利 服务周到很快成了酒店红牌 收入水涨船高 收入来得快 去得也快 这时他沉迷于了六合彩 越赌越大也无法控制 自己的赌债越来越多 这时他碰上一名酒客 也就是他未来的金贵婿刘宇航 这时林渝卢的内心开始出现扭曲 刘宇航是钱羽球国手 家里又是经营臭豆腐批发失业 这对林渝卢来说 有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他先想方设法跟对方未婚生子 最后他顺理成章 嫁入了刘家当媳妇 但这漂亮媳妇 没有办法得到家人认同 整理 나중에 即使遭到家人反对 生米也已經煮成熟飯 林玲露加入劉家做媳婦 仍沉迷六合彩 即使劉家又給他錢還債 但遠遠還不夠 他便開始計劃要一步步奪產 我剛才說帶來就沒有幾個月 一直要把我們學生六手套就對了 如果沒有手套不給他們兩個花 他們不會回去做 二 四 五歲 如果小孩就要看清頭 你怎麼知道就看 就是為了要簽 那個菜比較方便 精度滴滴滴的酒店 林玲露的好賭 漸漸拖垮劉家的經濟 林原本臭豆腐批發生意 也讓下游攤商不滿 紛紛取消合作 甚至有口角衝突 2008年8月 一間小吃攤遭不明人士縱火燒毀 事後調查發現 就是林玲露放的火 玻璃全爆裂 本來通通是玻璃 全部破 沒有一個好的 你是多少 100多萬 樓下只有100多萬 他把我燒了之後 他在旁邊開這一家 再把我平 要不要再把我 一定要把我弄倒 你要在旁邊開一家 你看 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見 因為有個性火爆 對自己稍有不如意的事情 情緒容易失控 對自己的婆家跟孩子 也根本毫無情情流露 我們在孫師 他就叫他們借來 如果叫一個 什麼說話 他們錶有國務 就只要在那裡打牌 在那裡打牌 在那裡打牌 所以說 經常要把他推 經常把他打牌 他們最壞 我們回到警方 偵辦毒殺案 他的婆婆究竟是怎麼死的 警方發現 林玉如曾經在網路上搜尋 如何殺人不留痕跡 最後選擇從食物下毒 身體不適住院後 再從點滴瓶投毒 婆婆死後三天 為了滅政 她趕緊將遺體火化 才隔一個月 又如法炮製毒殺丈夫 但警方偵辦到這裡 發現林玉如的母親 半年多前 才剛意外死亡 只是死前的21天 才剛投保 讓警方也起了疑心 但林玉如堅決否認 有兩種版本 他第一種版本 他就是說 拿中藥 給他母親服用一個禮拜 大概是服用藥物的問題 導致頭陰線 從樓梯這樣摔下來 還有一種版本 就是說他 跟他母親吵了架 他母親說 那我乾脆去死算了 他就直接 跑到樓梯就撞到 我說 那跟我們鄉院的死因 又不一樣 警方發現林玉如的母親 後腦有嚴重的撞擊痕跡 但有別於一般 從樓梯跌下來 是前額先軸地的狀況 警方明明知道他在說謊 卻沒有直接證據 後來在他的房間 發現了一份命理書 他的命盤上寫著 20條的大修 甚至說他命帶欺煞 這讓警方找到一個突破口 反正都是不好的 到最後就是總結 他有總結 總結就是 最親近的人 接會死亡 這不是你做的便罷 如果是你做的話 你今次不緩 你來事還是要緩 對不對 他聽得也聽得下去 從那媽媽背部這樣推 對 用雙手這樣推 例如最後坦誠 親手殺了媽媽 一切都是為了錢 媽媽的死 他得手500多萬的理賠金 婆婆兒也幫他投保了 上千萬的保險 丈夫劉宇航也是500多萬 此次警方又發現 他也幫他的小姑 甚至自己的兒子也投保 難道這份殺人計劃 是五條人命嗎 兩百萬塊 一切都報就好 不要想那麼多了 做了 已經做了 給你幸福的身材到底 什麼都是假的 爸爸 你的孩子才是真的 2010年林宇如 被南投地檢署求處三個死刑 一審也被判死刑 是台灣相隔近23年 再度出現的女性死刑犯 只是2012年高等法院 卻以他訴刑良好有悔意 以及犯案年紀27歲還年輕 逆轉判他免死 這個判決引來 家屬不曉得憤怒 我們孫就不孝年 我們孫要再減他兩歲 那就不孝年 兩五歲到兩母 兩母的兒子都被淘汰了 對不對 這是故意的 你故意台詞人 怎麼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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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屬性很好 沒有切刀前科什麼叫屬性很好 是 所以你就算了 法官那邊 你要怎麼去想 怎麼去 就看法官有沒有良心 最後上訴法院更審 2013年6月14日 名如三省死刑定宴 她取了台灣知恩史上 第四名的女死囚 目前她仍在台中女子監獄 等待強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 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